疫情升溫 餐飲業者因應防疫措施 無論民眾是內用還是外帶 都要實名制 只是 有民眾PO文 動手寫名字電話也還好吧 疑似有消費者想惡搞 簽名看起來就像鬼畫符 有人開玩笑 也許他的職業是醫生 寫字才會向開處方簽 仔細看總共要寫姓名 電話跟入店時間 是否有洩漏個資疑慮 那個東西還好 我寫都看得懂就好了 因為要防疫所以這樣就好追蹤個人 追蹤所以就還蠻配合的 寫得很潦草那種 我們會看啊 會叫他重寫嗎 會問一下 問一下 對 讓我們把它補 寫寫寫字比較潦草啦 我們就是要跟他再問一下 潦草不自己亂寫就對了 不會啦 週末的圖書館不像以往多人 但還是有民眾排隊入內 高雄市進入準三級階段 公家單位更不能掉以輕心 除了戴口罩之外 也要保持社交距離 避免交談 只是各地為了防疫實名制 除了手寫登記 掃QR Code 其實還可以這麼做 翻開印章種類 各種不同的連續章 喝一個只要八十塊 還能重複灌墨水 剛剛比較減少傳染途徑吧 不過疫情現在又這麼嚴重了 因應疫情升溫走到哪都得實名制 也許包包裡能準備一支原支筆 或是連續章 在必要時候能派上用場 TVBS新聞方志成紀元高雄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等你喔